大家好,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的中国研究院的节目 我今天跟大家继续访问到陶杰先生 陶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不知道您在香港有没有注意到 美国最近的跟华人或者跟中国有关的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跟抖音有关 一个就是跟微信有关 抖音和微信的命运都是美国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 基于民众的个人的隐私要得到保护的原因 那么就是对两个中国的APP进行了禁令 一个就是从9月20号开始就是被禁止下载 禁止进行了这个经营的交易 另外一个抖音就是他的命运就不太一样 因为有甲骨文在进行讨论高码的问题 微信好像没人要 而抖音就是有好几家公司在竞标 那么现在卢德是甲骨文在进行谈判 那么从9月20号开始也是对他实行禁令 但是这个禁令的延世的时间是到美国大选之后 所以我相信你已经在香港注意到这个新闻了吧 对知道了 微信的这个甲骨文呢 对你讲这个微信跟甲骨 跟微信跟这个抖音这个性质上有点的不同 这个微信呢这个主要这个用户是以中国大陆华人为主 即使在海外那些中国人要跟大陆的这些亲友 通讯要了解这个群组里头交换的这些八卦新闻 给你什么今天这个早安 然后这个生活幸不幸福 这些心灵鸡汤 这乱七八糟的短片主要是这个 但是抖音呢 这个比起这个微信呢 这个主要是面向全球 广市在美国已经有一一用户了 这个一一用户呢 不只是美国 还有这个世界各地 像这个印度也有数以一计 但是因为这个中印边境 中印边境这个冲突 这个印度早就把这个抖音跟微信 就两个都踢出去了 往事这个美国在这婆婆妈妈拉拉扯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两个这个中国的产品 都有非常庞大的 这个顾客用户跟这个数据 尤其是这个抖音 抖音是自己这些 小这个小青年啊 儿童啊 少年啊 这些人就是自我表演的平台 所以呢 这个现在这个甲骨文 就是Oracle 对这个抖音有兴趣 准备把它买过来 不是买过来 准备呢 就是跟这个抖音呢 形成这个合作的伙伴 当初呢 这个比较强硬的 像这个纳瓦罗经济顾问 要么就是把这个抖音呢 踢出去 要他关门 要么呢 就要美国的公司来收购 当初呢 也传出就是违远了 有这个收购的意思 但是后来为什么现在弄成呢 有这个传言呢 就是Oracle甲骨文呢 因为Oracle的创始人呢 跟这个大老板啊 他这个叫Larry Allison 爱立信呢 现在是美国 至少是全加州最有钱人 他的这个财产啊 据说已经超过这个300亿美元 他很低调 但是这个人很低调 比起这个违远的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盖茨啊 或者是苹果的这个乔布斯啊 这个爱立信呢 你基本上看不到他的影子 不是太活跃 但是在幕后 他给这个共和党啊 资助了不少钱 比方讲他资助过这个卢比奥 卢比奥啊 参加过这个总统的这个竞选 也支持过这个Rain Paul 保罗 这些都是共和党里头的右翼 而且呢也支持过这个川普 这个选举的经费 对 而且是川普总统上一届的这个 不是上一届 川普总统啊 担任这个这个平民 顾到到总统这个阶段的 顾到委员会的这个成员 他们公司的CEO 所以呢 这个这个爱立信呢 跟这个川普的关系是非常铁的 有这个金钱的关系 也有这个个人的友谊 按道理呢 这个爱立信呢 有资助给这个路比奥 路比奥也资助给这个川普啊 应该是反华反共 最大恶极 美国右翼势力幕后的金主 要是追求像中共这样 政治先行政治至上 这个抖音根本不应该跟他合伙 何况现在这个一合伙啊 我们都知道把这个抖音的股份呢 挤压成不到50% 这个而且这个抖音要把 他自己的这个这个数据啊 交出来就由这个甲骨文呢 放到云端上啊 这个呢 对于这个甲骨文来说 他平白在美国就多了一亿啊 一亿个这个这种顾客的市场 对于他来说啊 就等于他的实力给壮大啊 但是呢 这个我就不懂这个 IT我不是学IT的 这个抖音呢 也把一些关键的一些环节啊 抓在手里 比方讲这个所谓的这个运算程式 运算程式啊 这个抖音呢 是不会交给这个甲骨文的 是吧 但是这个顾客 那个资料跟这个私影啊 这个甲骨文呢 是可以拥有的 这样的话呢 作为一个妥协 而且呢 这个大股东啊 不会再是这个 这个抖音啊 模糊这个中国的公司啊 什么什么 跳字英解是不是啊 那家北京的公司 所以这个变成呢 就是有点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啊 这个局面 但是现在据说 这个计划还是在谈判 是吧 这个卢姆钦呢 这个财政官员 财政部长啊 卢姆钦啊 这些人呢 就比较倾向于接受 但是纳瓦罗呢 本来是倾向于反对 但是现在看到也没办法 也说可以接受 是吧 纳瓦罗跟这个 甲骨文的CEO关系很好 那个叫卡茨 就是那个犹太尔女性呢 他们私人关系很好 另外是纳瓦罗有 有这么一个特点 纳瓦罗是 只要是总统的 他都执行 不管是左的或右的 这一点是他非常明白 自己是一个 幕僚的角色 而不是一个老板的角色 那么之前 彭佩奥和巴尔 也反对过 也反对过不同 也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呢 彭佩奥已经同意这个交易了 这个交易在目前看起来是 接大欢喜 连北京也不会阻止 因为这是北京 能够衍生这个抖音的 影响力的最好的方式 这个抖音就彻底的国际化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最重要是 这个方案能够通过 美国对外资 这个投资委员会 这个简称叫CFIUS 这么一个机构 因为这个机构是要把关审查的 审查你这个贾古文 跟抖音交易的这个案子 然后最后就向川普 就提出建议 那川普其实就乐见其成的 所以这个最重要的是这个贾古文 是字节跳动这个技术的合作伙伴 这里头这个相当的复杂 他现在这个贾古文如果是这个案子成为现实 就变成了自动 字节跳动的技术合作伙伴 那他在什么地方能跟你合作 什么地方不能合作 那就由美方的这个Oracle说了算 所以他觉得就对于在技术方面就有了这个控制权 所以这个其他的好像这个Walmart什么也有股本 也参加了加入了这个这个股本 是吧 所以现在大概看到了这个有美国几家的这个入股者 把已经把这个TikTok已经把这个抖音 就彻底变成了一家你看这个股份分配是以美国为主的公司 而且将来可以在纽约上市 而且可以在美国制造2万就业机会 而且后面这个爱立森是川普的恒铁的伙伴 爱立森在90年代就给美国中央情报局 做个大数据这个电子系统的这个管理 所以呢就认为这个爱立森比啊 至少比盖茨在政治上能靠得住 盖茨是不能相信的 这个方案传过来以后啊 除了一部分国会议员民主党和共和党表示了反对疫情以外 商界的人士甚至一些政界人士都普遍认为 这是川普总统的交易艺术的一个经典 这个经典就反映了无论是北京 还是这个抖音的中国人张一鸣 还是习近平 还是川普本人 还是甲骨文 还是美国的投资者 大家都认为目前来讲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但是为了防止这个方案万一产生这个意外 把这个封锁的时间延长到了这个总统大选之后 因为川普总统不能确定如果他真的要封锁这个抖音的话 那些年轻人会不会反对他 不过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华人里面最关心的是微信的问题 他们认为微信是一个跟中国亲友进行联络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也是华人社区几乎是每个人相当多的时间 不在乎什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 那么整天就是在看这个微信 这个东西对他们打击很大 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了一个法律的诉讼 但是在星期四的时候 在加州的北区联邦法院进行了审理 在我看起来这个微信之友 也就是华人反对川普总统的这批人 他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准备都是非常的粗躁 他们似乎很难用这个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来这个阻止这个事情的这个实施 那您对这个未来这个总统实施的以后 这个华人有没有力量去推翻总统的这个决定 关于微信方面 我认为现在就交给这个法律来解决 如果您说这个华人这个方面的这个 准备的比较粗躁 我看基本上也不会发 也不会成功的 但是现在呢 这个跟这个抖音一样 我看这个川普也要考虑华人选民 他这个动向 因为现在你到底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民调啊 这个拜登呢 还是略高于这个川普 真相怎么样 现在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据说已经开始有机投票了 所以这个微信呢 如果你动到中国人的这个乳酪 没有可能的一些本身 那个中间派的这个华人呢 觉得这个川普还不错啊 很牛逼啊 投给他也好啊 这个拜登这个老头老头了 这么一下 看着这个没信用 那可能呢 就觉得这个拜登如果说 我当选以后 这个微信照样用的可以吸取啊 啊 数以百万计的这个华人票 有可能是吧 啊 所以呢 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好像川普也让步了 是不是啊 如果你做一个华人 中国总统对微信没有让步 他在信息来讲有一点矛盾 司法部说呢 如果你已经有了微信了 OK 你使用微信是不方法的 但是呢 从9月20号开始 你不能下载了 你不能更新这个软件了 那就意味着任何一个APP 他过一段时间以后会更新的嘛 他如果不能更新 不能升级的话呢 你这个系统慢慢就会老化下去 他是说 使用者不方法 但是呢 你下载的是不可能 等于掐死了 就等于把你这个微信慢慢淡出了 就要你 是不是啊 过几年就没有用了 是不是啊 对 但是过了9月20号以后 我照样用微信跟在大陆山东啊 这个什么烟台青岛啊 四川成都啊 这个湖南横阳啊 这个老乡啊 这种亲戚啊 来通讯啊 这样行不行啊 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不能下载 是不是啊 不能下载 不能更新 不能升级 比方讲 人家传给我一个今年这个中央台这个春晚呢 我就看不了了 是不是啊 而且在有一些大学有些机告 它是不给你使用了 比如说 这个一个Kansas大学 你在整个校园里面 你不能用学校的资源 学校的网络来看着这个微信 你必须要离开 否则的话 你就会受到行政的追究 那如果我用两个手机 一个有微信 也有这个摄影机 摄像镜头 另外一个是苹果手机 这样我可不可以进去 这个交替用呢 我用这个苹果手机 是啊 所以这不就大漏洞吗 我用这个苹果手机 但是在过一段时间以后 没有营运商给你提供服务了 你到很多地方去 微信就是看不到了 比如说 举个例子来说 你到某一个区域里面 它是给你提供网络的 但是这个提供网络商 它会把微信爬出在外 不准你使用微信 所以实际上你使用的范巢 会受到影响 你可以发现很多地方可以用 但是很多地方又不能用 你必须要你在家里面可能会用 但是你在外面某一个区域就不能用了 会跟你增加人为上增加非常大的一个复杂性 这个也算不算不了什么一件特别的坏事 因为这个华人沉迷微信 这个会成为防外华人融入于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障碍 你人在肉体上已经在加州了 但是你这个精神上思想上还用这个微信这条隧道 每天把你送回北京上海什么成都长沙 看的都是赵本山 然后也就看范彬彬 收到的这个假新闻也是大陆的假新闻 说不定还有一些反动的信息 看来看去都是简体字 然后就跟这个在洛杉矶啊 这种华人社区啊传来传去也是 那你这个精神上没有一天活过在美国 所以这个川普这么来给你戒毒啊 来这么一手啊 对华人来说长远是有好处的 如果要这么沉迷看微信就回大陆看好了 对对不对 其他YouTube 也有这个什么明镜啊什么 就你看YouTube有很多啊 油管啊 都有华语的这个这个节目嘛是不是 对所以现在你太多了 资讯爆炸 我认为要是我是海外的中国人 我觉得这个没得用微信不是什么大的损失 你就用WhatsApp好了是吧 用信号好了是不是 这个闹闹什么呢 别跟川普闹别扭嘛 做一个良好的美国公民嘛是不是 国家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要服从国家嘛 这个国家谁就是美利坚和中国 是不是 要跟党走嘛这个党是谁就是共和党是不是 这个中国人要把在中国的那种生活的 这个意识要搬到美国来 是不是 党不愿意你在美国用微信你就不要用 用微信国家说对国家有害那就听国家的 这国家就是美利坚和中国 你这个你这个是旺本好 那你请你离开这个国家回到你真正的国家去 这就扯平了是不是 要么你就请共和党要么就请共和党 是啊 都是共党 民主党也到今天为止没有说 会这个恢复让你用这个微信 不大可能不大可能 这个拜登还在留着哈拉他是不是有老人痴呆啊 还有那个什么哈里斯也对这个问题也没兴趣 他一心这个这个一心就想着什么黑人平权的政治正确 什么LGBT这个什么叫微信不微信 他他我看这这个黑大妈啊没有什么啊 这心里没有什么底啊 所以这个民主党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政港啊是不是 有民主党的这个关于中国的政纲和共和党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民主党的关于中国的政纲他要在一定时间之内投入三千五百亿美金 那么主要是做美国的基础工业建设 那么这个跟当年的罗斯福的新政有一点接近 他们想利用大的项目大的这个基础性的工程 来把美国的经济重新振兴 这个跟共和党的低税和刺激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的逻辑 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但是现在还早了 民主党等他执政以后 我们再来批评他再来讨论他 再来赞扬他 那我今天